台湾连续剧光阴的故事在全世界华人圈爆红 而剧中成为卷春精神象征的卷春菜 也在华人美食卷春成为独特的一门菜色 而这个星期的美食任务 我们就要去看看在美国洛杉矶 罗兰刚的梁妈妈家餐厅 用什么方式来传承正统的卷春菜 在台湾发光的卷春菜一直是许多老套的最爱之一 而在洛杉矶的华人民众真的很有福气 因为从十多年前开始 就有口味道地的梁妈妈卷春菜可以解乡愁 不过看着一碗碗端出来的卷春美食 是不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嘞 油亮油亮的半斤半肉红烧牛肉面 看起来入口即化比菲利牛排还要嫩 而拉起来的面条带着牛肉汤汁 顺着筷子轻易地滑下来 当然是梁妈妈里卷春美食的首选 不过光是爱吃牛肉面是不够的 卷春牛肉面的由来怎么可以不知道 老兵从美国回去的时候 带了一些美国的牛肉罐头 带回去以后呢 那这些罐头他就想办法去吃这个罐头 那就煮一点面条 把这牛肉罐头倒进去 后来慢慢的呢 罐头没有了 那这些人就想着 怎么样去煮好吃的牛肉面 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Ken你故事讲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来实际来考验一下 这半斤半肉面好不好吃 因此我把记者的生命麦克风交给你 你帮我拿 我来吃 好不好 好 打半斤半肉面 这一块我看起来不错 打一块你看 超软 一口气就被咬掉 面里面像嫩滑 超好吃 建村的面点好吃的秘密在哪里 我们偷溜进厨房看一看 哦 原来每一碗都是大师傅亲自用手拉出来的面条煮出来的呢 端出来后的茄子红菌拉片 面痰牙又有嚼劲 还有番茄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真是好吃 还有这碗上面撒的花生粉的四川蛋蛋面可不不一样哦 Ken很有自信地跟我们说 在梁妈妈里的蛋蛋面可是比在四川成都吃到的更道地 更传统 我们的蛋蛋面是以前国民团军队在还在大陆的时候 一直沿用的这些老兵他们就记得他们家乡的蛋蛋面的做法 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大陆 还是一直沿用着当时在四川的那种蛋蛋面的做法 那现在四川蛋蛋面呢 他就已经慢慢在改良过了 跟我们蛋蛋面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这个蛋蛋面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做法 非常好吃 讲了好几个面点 却还没有提到酥酥脆脆的葱油饼 好像交代不过去哦 好 那我在加码 把葱油饼搭上带有半斤半肉牛肉汤汁的筋肉汇片 大家可满意了吧 片告诉我们 到软中带酥并且还有香浓牛肉汤汁可以喝的筋肉汇片 可是因为当初物力维艰的村村里面 为了节省生活开支所发明出来的菜色 还有一个筋肉汇片 为什么有筋肉汇片这样子呢 就是就是葱油饼 早上吃完了葱油饼到下午怎么办 不好吃 然后就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泡在汤里面 就是成了牛肉筋肉汇片 嗯 嗯 跟着 有不一样吗 嗯 这牛肉味道真的不一样 我吃葱油饼 再加上那个牛肉汤汁里面的那个香味哦 相当的浓 相当的酸哦 很好吃 吃面点没配小菜就觉得全身不对劲 在梁妈妈家里点菜率最高的就是这一道 光是看起来就软绵绵的 滤油豆腐 老饼嫩豆的油豆腐 大家给它试试看咯 嗯 嗯 很好吃耶 这个嫩豆腐版油豆腐加上辣椒酱油还有这个葱哦 哦 超赞 真的很好吃 管他的 再吃一块 嗯 太好吃了 嗯 哇 超香 天气冰冷想要补一下 还有什么比这锅药膳羊肉中更棒的呢 Kan特别表示 很多手脚冰冷的老饕们吃了这锅羊肉如后 全身上下马上舒爽暖和 我们这个羊肉如的药材是台湾一位老中医 六十年的老中医给我们配的这个药材 就是专门针对洛杉矶这个天气来配的这个药材 不那么燥热 而且吃起来也很好对肌有滋补 然后这个药呢 以前的药 以前的这个羊肉如药都是一片一片的药 那现在他是把这个药粉全部 抹成药粉放在汤里面 你喝汤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药材全部吃 郡村的热情浩克 我们在Kan摆出来的满座好菜中一览无遗 Kan还说 每次我们要来报道 它实在太爽了 彼此生意不做没关系 在今天的主厨小秘诀里面 就要把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的 三药可力激火锅传送给大家 买一只新鲜土鸡 然后把它切成小块以后 先用热水把它汆烫过 把它血水烫掉 烫掉以后呢 然后就直接给它放在锅里 加这个高汤 加蛤蜊 加山药和红枣 加一点 不需要加任何的味道 其实不能加任何味道 就可以喝它的原味 鸡的甜味跟蛤蜊的鲜度都有 梁妈妈家餐厅的装潢 简单却不寒酸 墙上挂满了泛黄的奖状 照片和勋章 再加上道地的眷村美食风味 不但有一种 让人走入时光碎道的感觉 也更怀念其 以前在台湾眷村 人爱的时光 一口面 一口饼 整桌的梁妈妈眷村美食 看起来很不赖哦 东森美食物成功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东森新闻带你吃片洛杉矶 最受欢迎的餐饮 各种不同风味的主厨料理 掌心独聚的美食创意 美食任务一一让你大饱口福 美食任务专辑 由USBankar Service 特别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